台北地检署和台北市警察局 今天凌晨针对中山区的 林森北路执行扫毒大行动 出动了多只海关弃毒犬和600多位警员 在酒店搜查是否有违法毒品 行动从凌晨执行到清晨天亮才结束 此次行动是北市各分局联合进行的 击查行动 主要是针对中山区酒店内 有没有吸食或者是贩卖毒品行为 来进行击查 并且带回了近百名年轻男女进行侦办 检警指出为了有效遏止毒贩 帮派利用酒店贩毒 不排除再次没有预警的突袭检查